姚子玲的四角關係緋聞 雖然獲當事人澄清 但近日網絡就流出一段 疑似姚子玲的性愛片段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一直沒有回應事件的子玲 就在社交網站有感而發 其實都不是的 在這件事上 都有很多子玲心裡的說話 當然我也覺得 有些事也不需要逐一去解釋 我相信姚子玲的人 他們怎樣都會去相信 我不解釋他們都會相信 如果不相信我的人解釋 他們都不會相信 我只是很感恩 在這件事上 我遇到很多很好的朋友 我也收到很多不同的訊息 他們很支持我 見到他們會跟我說的 我只是覺得很感恩和很感動 因為他們 我覺得有時做好朋友 有些事在心中 也不需要說太多說話 他上次有來過廠 跟炮光買糖水給我吃 不算他了